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承宁今年来众新网对岸发展 时常在节目上展现出不同风格的舞技 引人注意的是在跳舞时她夸张的表情 却常常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因为在了不起舞社中 她身穿白衬衫表演 节目释出的花絮里杨承宁表示 从排练一直到走位都备受批评 自己都会有心有余力不足的感觉 所有其他团员离开后担任主理人的她 更坐在舞台边大哭 对此她也表示 自己从小就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 但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消化情绪 所有提到有人觉得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根本不适合或是你不会 面对各种质疑 她都必须不断安慰自己 要学会拥抱自己 并告诉自己你做得很好了 所有杨承宁也直呼 我没有不会跳舞 而且我明年就要奔四了 老娘还是要跳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